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今天要開箱的東西呢 是一個很特殊的濾杯 那也是我們目前沒有談論過的一種 濾杯的新型事後 就叫做鏤空濾杯 那目前市面上呢 其實已經有好幾款的鏤空濾杯 例如說之前也蠻紅的富士山濾杯 還有由三片鏤空金屬片 組裝而成的三角濾杯 這兩個呢都是日本做的鏤空濾杯 那今天當初我們開箱主題的鏤空濾杯 就是E-IDEA的玫瑰金鑽石濾杯 E-IDEA是一個台灣的品牌 那大部分的產品呢 除了是台灣設計之外呢 也是台灣生產的 因此在設計力和商品精緻度上呢 都還算是相當的不錯 而今天要介紹的玫瑰金鑽石濾杯呢 是從2018年上市以後呢 就引發了關注 2019年呢又加入了同系列的手沖架 讓玫瑰金鑽石濾杯的美感呢 更上一層樓 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系列作品 也讓喜歡華麗質感的消費者呢 心仰燃燒 那如果你怕玫瑰金的版本太高調的話 你可以選擇黑色的版本 同樣是鑽石的造型 它是內斂低調 但是非常吸睛的 而IDEA的玫瑰金鑽石濾杯 除了外觀華麗經驗之外呢 其實在功能性上呢也是相當不錯的 這裡以後可以回歸到 鏤空濾杯的特性上 和各位介紹一下 那玫瑰金鑽石濾杯呢 是採用不鏽鋼支架焊接而成 然後經過電鍍 把玫瑰金和黑色鍍上 這些學長可以特別解釋一下 大家是不用擔心食安上的問題 所有IDEA的濾杯呢 都經過食安檢驗 沒有任何重金屬的殘留問題 而最讓學長感到驚豔的設計呢 其實是濾杯的結構 外表看起來確實是一個鑽石形狀 但卻完全讓濾紙服貼 形成一個完美的圓 讓我們可以直接複製一般 錐形濾杯的衝法 而不用重新學習適應 那這點在結構設計上呢 學長給高分 第二點呢是關於 鏤空濾杯的流速特性 一般的鏤空濾杯呢 因為它沒有杯壁 自然呢就沒有溝槽 在流速方面呢就比較容易不規律 甚至有時候會有堵塞的問題 但是玫瑰鑽石濾杯的流速呢 算是比較偏快的 而中間有六根主要撐住濾紙的支架 搭配這個中間適當的落水圓孔 既然形成的流速很均勻 然後偏快一點的狀態 使得風味的前香和果栓都非常的充足 那這個在各家鏤空濾杯之中呢 可以說是很特殊 而且風味非常精彩的 不得不說這是台灣的設計呢 還是非常厲害的 那學長還是要提醒大家 畢竟它還是一個鏤空的設計 不像一般有杯壁的濾杯 濾紙可以有服貼在杯壁上 因此建議剛開始呢 還是要把濾紙淨濕 然後稍微調整一下濾紙的服貼程度呢 可以讓均勻的流速更為顯著 讓你的充足成功率再提升 最後再提一下這次搭配的手充架 除了外觀設計精彩奪目之外呢 良好的功能還是頗受學長青睞的 那和濾杯同樣的鏤空設計 跟濾杯搭配起來呢 是很有整體性的 然後六角形的濾杯座 可以完美的將鑽石濾杯 承載在上面 不用擔心濾杯會有搖晃的問題 但你也可以放置其他的濾杯 比如說我們放客氣客氣 以手充架的功能來說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那底座呢 採用的是木頭 增貼了整體的溫潤的程度 那異材質的結合呢 還是比較舒服 不會過分華麗 而且在居家的搭配上呢 也比較容易一點 那底座的大小呢 比較適中 你可以輕易的 把它放到一般的 電子襯上 那你可以精準的測量 噴水的筆 而不會像某些手中架 因為它底座太大了 它就無法放到電子襯上 那這個 對於習慣使用電子襯的學長來說呢 就相對來說比較重要的 那我們現在來進行 Idea的 鑽石濾杯的充足示範 那 剛剛已經跟大家強調過 因為它是一個 鏤空的杯幣設計 放濾紙的時候 還是要先進濾紙 讓它 調整一下濾紙的服貼程度 當我們沖煮的時候呢 會更順暢 OK 我們一樣把濾紙先折好 折好以後呢 我們可以先放進去 然後先看一下 這邊 放進去的時候 會看到這邊有一點點 凸起來的部分 我再會壓一下 OK 讓它更服貼的時候 你會更好沖 稍微壓一下以後呢 然後我們給一點點的水 然後呢 把我們的濾紙進濕 濾紙進濕完以後呢 我們再調整一下 濾紙服貼的狀態 好 好 就完了 然後可以稍微 讓它 調整一下寬度 像這邊如果有一點點 沒有服貼的話 我們稍微壓一下 好 讓它服貼 OK 這樣子就服貼完畢了 待會兒我們沖煮起來的 流速就會很均勻 那我們今天呢 採用的克數呢 是20克 然後我們待會兒 沖260G的水量 稍微濃一點點 1-13的粉水筆 那我們待會兒會使用 Idea的手衝筒來沖 好 我們接下來倒粉 那使用的研磨度呢 我今天採用的是 小富士 平刀磨豆機的4 稍微細一點點 平常我可能用4-4.5 那我們一樣把粉拍好 OK 那我們裝水 那這次Idea的手衝筒 還是比較貼心的 它有設計一個這個 溫度計 所以我們可以精準的掌握我們的水溫 那我們來看一下溫度 現在溫度大約是 89度90度左右 OK 我們就是這個溫度是OK的 這邊開始沖煮了 我們剛開始一樣做悶蒸 40CC來做悶蒸 那這個手衝筒的口徑是比較小的 所以我們中心點停留的時間 要比往常再長一點點 好開始 好 中心點 1-2-3 再長一點點 往外 繞 回中心 好 大概是45CC左右 40-45CC沒有太大問題 那悶蒸時間呢 一樣是30秒 那我們可以看 其實它這個 鑽石濾杯 它的流速還是非常的好 悶蒸的狀態呢 還有整個 粉 呃 濾紙 服貼的程度呢 都很漂亮 所以在充足起來的時候呢 它的流速 的均勻度會非常的好 OK 那這樣看起來也是蠻療癒的啦 OK 那接下來我們還有第一段給水 第一段給水 特別注意喔 我們給60CC 只要給中間就可以了 好 我們的時間結束了 好 準備 好 就輕輕的給 好中間 稍微繞一下 然後呢 只要給中心就可以了 我們給60CC 好 剛剛40下 給60到100 好 60CC 好 等它 流完 可以看到我的粉塵的膨脹程度 是非常的均勻的 就整個粉面很均勻 代表說它的排氣 整體是非常均勻的齁 那這也是鑽石濾杯很厲害的一點 然後流完以後呢 我們開始進行 往外繞 一次50CC 好第一次 中間給 紅起來的時候呢 好我們順順的 往外繞 讓粉都吃到水了齁 好給50CC OK 好 大約會 剛好吃在這個 鑽石濾杯的第一圈 這邊 支架上面齁 剛剛這個位置是非常好的位置 甜度非常的高 等它流完的時候 我們進行第二次 好我們一樣齁 流完 中間給水 然後輕輕的往外繞 然後繞到最外圍 對大約50CC OK好 50CC 我們還是維持在這個支架的部分齁 這一圈呢 通常如果你 給水給到這一圈的話 甜感都還是蠻好的 所以這是玫瑰金鑽石濾杯 很特殊的一個地方 然後最後一段呢 等到全部流完的時候 給中心 給60CC 好我們就 正常的給水 好 輕輕的繞就好 不要往外繞了齁 最後一次只鑽住在中心 好 給60CC齁 最後把速度帶快一點點 減少 後半段的風味 讓它的清爽度高一點 OK 這就完成 260CC 好那等到全部流完 那可以看到我 萃取的粉塵高度呢 就不會超過這一圈 就是鑽石濾杯的 第一圈支架的部分 整體時間大概2分30秒齁 比一般V60慢一點點 但是還是非常舒服的流速 整體 無論是低水位 或是高水位 整體都非常的均勻 好 這樣就完成了我們 鑽石濾杯的 基礎沖組了 經過了我們剛剛示範的 玫瑰金鑽石濾杯的沖組呢 我們發覺說 而Idea的這個濾杯 它的流速真的是很均勻 均勻而偏快一點點齁 所以在給水的時候 會發覺說 它無論是吃水的狀態 然後或是膨脹的狀態 然後粉塵的比例 這整體的圓 都是很療癒而且很舒服 就代表說這個濾杯 它雖然 它跟一般的有 肋骨的濾杯不太一樣 但是它的排氣狀況 其實真的是非常的好的齁 所以才會有這個 粉塵膨脹的 均勻的這個狀態 也因為這樣子 你在給水的穩定度上面 它的風味呈現 就是每一次 基本上都可以比較穩定 就不會像有一些樓空濾杯 它一下快 一下慢 甚至有時候會淤積的問題 導致你的風味或苦澀會比較嚴重 這也是RID的這個濾杯 讓學長覺得很吃驚 而且也覺得很厲害的地方 我真的不知道是不小心做出來的 還是這個設計這麼厲害 但總之以結論來說 這是一個可以沖出好咖啡的濾杯 而且它的美感上面 或是設計方面 其實各方面面都有照顧到消費者的 使用心態 或是使用習慣 所以學長還是覺得 這是一個不錯的台灣設計的品牌 一個好濾杯 那如果各位喜歡的話 學長也建議 也鼓勵大家可以去購買一個 真的是相當的不錯的 好 那我們今天RID的 玫瑰軍鑽石濾杯 還有黑色的鑽石濾杯 就介紹到這裡囉 那如果各位喜歡學長的頻道的話 歡迎來訂閱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學長都會回答各位囉 那我們今天的學長開箱就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掰掰